好,我们现在介绍了离成素 然后前面介绍了IAGA跟CK 这些基础素之间其实都互有一些作用互动的 例如离成素抑制生长 生长素是促进生长的 离成素抑制种子萌发 但极变素是促进种子萌发 尤其是单子叶 好,这我写一下 那所以离成素又叫做休眠素 让种子休眠 然后离成素呢会抑制细胞分裂 促进物质分解 让你老化 但是细胞分裂素呢 促进细胞分裂而让物质合成 而且养分都送到叶子 让叶子不老化 永保青春 好,所以看起来就是 那个ABA跟前面三个生长性的植物基础 都有解抗关系 当然了 生长跟抑制本来就是解抗 所以把离成素当主角 它跟前面三个基础 一、二、三 都有不同的指标在做解抗 因为离成素是抑制性的植物基础 好,以上是离成素的作用 好,那下面举几个例子 诶,这个植物怎么开始发芽了 这个玉米竟然发芽了耶 好,这个为什么要提这个例子呢 大家不要觉得抑制性的基础不好 因为大家不喜欢被抑制,都喜欢被冲击 不是的 正所谓阴阳调和 哦,不会比较 四位太极 阴阳都要病存 而且要稳定的 就像这个 我的ABA不够了 发生什么事 种子没有休眠 直接萌发 那这个萌发后的玉米会活吗 必死 因为长出来的根 诶,怎么是空气 没水 干死 以这个例子 这是植物的例子 我们换到动物身上 这就是严重早产 还没离开妈妈 太早离开妈妈 太早想要自己发育 太早想要脱离 就像我还没生了你 你就把太慢剥掉 我不要妈妈了 我要自己生长 被出来 还在养水里 糟糕,没有养分 所以这叫太早 太早的早产 当然不好 所以ABA很重要哦 它如果浓度不够 把它让你提早抹牙 会死的 所以阴阳要调和 好,那这是ABA的另外一个作用 ABA又叫逆境激素 它的作用之下呢 会让气孔关闭 作用就是 让甲离子离开细胞 水就跟着离开 要把之前学的记得哦 气孔要打开 需要吸水膨胀 所以怎么让它吸水膨胀呢 应该是 甲离子进来 主动运输 发ATP 然后水就跟着进来了 所以打开气孔 需要耗能 关闭气孔 不用 但是ABA会促进 怎么促进 它会增加甲离子的孔道 跟水的孔道 让甲很快的流出去 水很快的流出去 就萎缩了 就关闭 一关闭 病原体进不来 水分不会散失 让植物进入到一个保卫状态 所以叫做逆境激素 尤其是脱水逆境 干旱逆境 气孔一定要关 是由ABA主导的 机制是ABA 促进甲离子离开 水离开 气孔就关闭了 这是逆境激素的作用机制 这是刚刚讲的故事的补充 什么叫 Agent Orange 什么叫成绩 不是药剂成绩色 而是它的铁桶上 都有橘色的漆 漆在上面 好多 我发现 哇 好吧 以上是 一个抑制性的植物基数 ABA